大家好 我是日出茶泰小朋友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小朋友來玩太季後茶拿鐵汁 不要玩食物 走 好 大家都知道 珍珠奶茶在日本掀起了一陣蜂巢 那日出茶泰同時也是日本 展店速度最快的一個品牌 那因應台灣珍珠奶茶 在日本串紅爆紅 所以網路上流傳了很多莫名其妙 新奇百怪的吃法 就是把料理跟珍珠奶茶結合 那今天呢 小編也是把日出茶泰最有名的太季後茶拿鐵 搬來檯面上 那我會跟我們身邊隨手可得的這些食材 去做一個結合 OK 第一道商品呢 就是我們隨手可得的泡麵 跟我們的太季後茶拿鐵 所以要現在先把泡麵的料 跟麵都放進去了 那平常我們煮泡麵就是加熱水 或是加一般開水 然後讓它煮 煮廢然後煮鬼就可以吃了 今天我們不添加熱的一滴水 所以看到水的部分 全部用太季後茶拿鐵的 的茶拿鐵部分來做代替 那珍珠也同樣的會進入到我們的 麵體裡面 等一下一起下鍋 OK 經歷了兩分鐘之後 我們的泡麵煮完了 現場瀰漫真的非常香的味道 但那個香不是一般泡麵那種鹹的香味 是一個奶茶的焦香 那雖然蓋子還沒打開 但這個味道還是那麼重 其實好像可以耶 其實好像可以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樣子 感覺滿滿的太季後茶拿鐵的湯汁 吸附在這個麵上面 非常香耶 這個味道很香 它其實就是牛奶湯底的泡麵 也都很不錯耶 保有珍珠原本的味道跟茶 因為其實這個珍珠本來就蜜過 所以其實它珍珠就有 我剛剛沒有加其他的調味料 就只有加畫面裡面的那一塊 佐料的小包裝 然後加麵 加整杯的太季後茶拿鐵 第一個是麵它吸附了很濃郁的奶茶香 然後珍珠保有 就像你喝一般太季後茶拿鐵的時候的狀況一樣 那個蜜香味也都還保有著 我們看下一道 OK 第二道就是小編 算是個人比較愛的 高粱配太季後茶拿鐵 那大家旁邊看到這個呢 是麵桌茶來限定的紫色雪克杯 今天小編也會在影片最後 告訴你們正獎的方式 就有機會獲得它 配方不多說 我們先來調配一杯 高粱配太季後茶拿鐵 沒有酒感 沒有酒感的 太季後茶拿鐵 高粱 它套高粱的時候沒有酒感 聞起來有酒味 但是沒有高粱酒 刺跑的那種感覺 但因為今天小編的高粱是沒有冰的 如果冰過應該其實更好 OK 第三道料理 我們來做太季後茶拿鐵 茶碗蒸 OK 所需要的材料有 碗一顆 兩顆蛋 所有裡面的水啊 什麼全都用太季後茶拿鐵來取代 先搗蛋 OK OK 計時三分鐘之後呢 我們的太季後茶拿鐵蒸蛋 完成 我滿香的 那個蛋香是滿 我覺得 滿漂亮的 這一道菜是我覺得 最最最最最不會雷的 我自己品牌的 因為它第一個沒有太多的調味 那它就是很單純的蛋 加蒸奶 然後蒸豬 然後混在一起 蒸起來做一個蒸蛋 味道滿香的 吃吃看 有一個炭烤 咖啡香的味道 是小便的 應該是珍珠 應該是珍珠的味道 因為珍珠它有蜜鍋 所以那個 我所謂的那個咖啡香 應該就是珍珠 蜜糖的味道 蜜糖 因為加熱過 的味道 這一道我覺得 不雷 只是可能 小便的廚藝 有待精進 它沒有什麼味道 這個我給 五分 下一道 第四道料理 簡單 7-11就有賣的 大噴堡 怎麼做 拿出來 掰開它 把珍珠挖出來 鋪在這上面 就是這麼簡單 你也可以當上 小當家 這個可以耶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是 小便今天 做最成功的一道料理 我覺得我根本 天才小神主 有沒有 有沒有 滿滿的珍珠 不要玩食物 OK 先吃一口牛肉 好味 很不錯耶 很不錯 因為 珍珠就有甜了 然後 大昏堡的麵皮 本身就是比較 小便很愛的那種 就比較扎實的麵皮 有沒有剛剛喝到一半 一手太極厚長辣鐵 汁大很飽 一手太極厚長辣鐵 完美絕 絕配 我們看最後一道 最後一道料理 非常簡單 叫做 太極厚長辣鐵 汁我愛大冰棒 簡單三個步驟 太極厚長辣鐵 吸管 插下 放到冰箱 我們下期見 想要獲得 查太雪克杯嗎 趕快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訴我們 今天所有的料理 是用日出茶太 哪一支飲料調配的 並hashtag日出茶太 就有機會獲得喔 食料有限 趕快猜到留言吧